六四事件31周年这一天 天安门母亲的成员 再次带着鲜花 来到亲人的母前拜祭 虽然84岁 但当年愚难者的妈妈 都仍然坚持要来拜个儿子 今年由于疫情 只得几个成员到场 发起人之一的张仙灵 也都因为身处海外而缺席 今年是个特殊的年份 是否假子之灾 由于并无思念 我们只能用特殊的方式 向你们表达心中的哀思 和怀念之情 同时也向全世界 在这次疫情中失去的人们 表示深切的哀悼 各人逐一表达 对亲人的思念 今天姐姐站在我的目前 心情够说不出的悲伤 31年了 如果你还活着 今年是你的花假之年 下个月7月7号 就是你六岁生日了 回忆起家人愚难的情景 他们更难掩悲伤 他们说过去31年来 当局对他们用尽监控手段 但他们会继续坚持 真相 赔偿 和问责三项诉求 三十一年前 我们亲人的鲜血 擦亮了我们的眼睛 作为遇难者的父母 亲人 几十年来 我们的眼泪已经如干 悲伤一身埋心 我们坚强地站起来 要为亲人们讨回公道 我们奋斗了31年 但是我们仍为你 没为你讨回公道 但是你的亲人 只要活着 我们就不会沉默 我们会一直呐喊下去 因为我们相信天一定会亮到 跟往年一样 在他们拜祭期间 有警方的人 在近距离监视 他们也都需要乘坐 当局安排的车 才可以去到无缘拜祭 天安门母亲早前发公开信说 过去31年 已经有60名难熟 相计离势 但他们强调 不会放弃继续追究责任 有线迪斯记者 徐文杰 北京报道